那接下来呢 我们要请出一位特别的嘉宾 如果你没有去别的地方玩 就让他来为你的国庆之之招吧 十一长假怎么玩 我觉得不要去 不要去太热门的地方 人会很多 然后你会把很多时间 都浪费在路上 所以你要去一些冷门的地方 要不请来 你给大家推荐几个冷门的地方呗 十一长假去哪玩 因为季节又好 不像春节的时候 虽然长假 但天气很冷 所以这个季节 我觉得其实去欧洲挺好的 比如去法国 原来秦兰口中冷门的地方 指的是欧洲 但是据小编得知 现在欧洲有已经火爆到 不能再火爆了 秦兰你是不是有点out了 不过说到长假 胡吃海喝似乎避免不了 作为女性中的身材佼佼者 要不还是给我们 推荐一点吃不胖的秘方吧 十一长假怎么吃 如果你真的要吃很多 那你就别吃主食 有一个选择 比如说你只吃菜或者吃肉 如果你真的避免不了 如果饿呀 我要吃主食 那你最好不要吃宵夜 太晚的吃东西 这样是真的很容易胖 那我还是要吃一些的 那我觉得你要适当的运动 而且我觉得你适当的运动 大量的流汗 对于身体也是非常好的 不过必须要说的是 舍兰那么多国庆攻略 秦兰自己却没空过国庆 因为今年其实给自己 放了很久的假了 在小朋友们放暑假的时候 我也给自己放了个暑假 所以国庆长假 我就没假期了 国庆的时候还是在工作 因为新的电影要开机了 那可能都是在拍摄当中度过 娱乐星天地综合报道